玄灵世家的继承人摇身一变 成了人人羞辱的相府千金 可十年求尽 娶她心头血还不够 竟想要挖了肝脏 娶人性命 不想慕幽月上能通阴阳下 能致绝症 在看清恶毒之人真面目后 居然一言不合 就关门放鬼 在大宣王朝的一个夜晚 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凶险无比 只见尚书府嫡女 趁着后院静悄悄 还透着几分诡异之计 正在和朝夕相处的汝娘 谋划一件陷害人的毒计 十年之期已到 小姐往后 都不必再依靠她的心头血血蜜 眼下丞相府 似乎听到了什么风声 暗地里到处私下寻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有些人咱们得抓紧时间 趁早处理掉 乳娘所说 有理是该早做打算 陆妙龄缓缓开口 随即视线 落在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女身上 慕幽月已经被折磨得 奄奄一息贪软在地 身上被取走心头血的伤口 还在不断渗出烟红血迹 本就意识薄弱的她 突然听到要被杀人灭口 身体竟不受控制般颤抖起来 不料越是惨不忍睹的样子 陆妙龄看了 心里就越能产生出变态的快感 就连好看的脸上 都透露着阴森表情 既然如此 那便杀了算了 动作可要麻利点 得到命令的乳娘 丝毫不敢怠慢 拔出早已准备好的匕首 抬起胳膊 就要替她解决掉心头大患 或许是即将吐死狗烹 慕幽月在毒妇下手之时 拼尽全力向后退躲开 尽管身体已经颤颤巍巍 可想活下去的目光中 全都透露着 倔强与悲愤的神色 能同阴阳 还能救治不孕不遇的绝症之人 竟一夜魂 穿成了丞相府最受宠的嫡女 可偏偏偏不遂人院 才刚穿越 就经历着被人挖心取肝的要命之事 而害她的 不是别人正是喝了 十年心头血未养的 上书府嫡女 陆妙玲 眼见毒妇得到命令 拿着锋利的匕首来势汹汹 慕幽月被逼得咬紧牙关 想要吐死狗烹 陆妙玲见状拔下头簪 就发了疯斑 朝着脖子狠狠扎去 我堂堂名门大户嫡女 几十轮得道 你来说三道四 况且 你都要死了 还敢说话这么硬气 就活该躺在地下 被人取血羞辱 话音刚落头簪 顺势朝着胸膛 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多看一眼 明明十年来 他身份尊贵 饱受吹绑 可却为了活命 要依靠此人肮脏怪异的血 才可以存活下来 对他来说 这件事一直都是 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污点 而且 只要此人存在一天 他就会被恶心一天 如今已经不需要 再被心头血喂养 乳娘还不快点 挖了下贱之人的肝脏 送着上路 听着小姐咬牙切齿般 激进疯狂的命令 乳娘再次抬起胳膊 势必要了她的性命 忽然轰隆一声电闪雷鸣 慕幽月看着锋利的匕首 透着冰冷寒芒 仿佛已经感觉到了 死亡的召唤 可她本应被受宠爱 好好活着 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去 与此同时 乳娘的匕首 即将刺入胸膛的那一刻 她眸中瞬间闪出一道红光 并以极快的速度 握住了行胸的手 哼 血还不够 又要挖单吗 只听咔嚓一声 乳娘的手腕 传来骨猎般的剧痛 还不等反应 慕幽月已经朝着 主使之人步步逼近 任凭刚才还阴狠的女人 眼下苦苦哀求 她都无动于衷 一向嚣张跋扈的 上书府嫡女 想要毁尸灭迹 不料却碰上了 能通阴阳的狠人 被绝地反击 这边慕幽月红了双眼 令人不寒而令 正盯着恶毒之人 想要做点什么 却突然听到 门外传来一阵躁动 此时被匕首抵住脖子的 陆妙龄 眼内燃起一丝希望 反正都把责任 推到了乳娘身上 总能保条小命呢 随着脚步声 越来越近慕幽月伸之 现在的身体 实在太过薄弱 而且伤口 还在不断流血 眼下止血 才是最重要的 没功夫继续 跟她在这里耗着 可还没走几步 前来寻人的护卫 已经闻声赶来 慕幽月 一个快速转身躲藏起来 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想要及时脱身 恐怕就得请出 羊鬼千日 用鬼一时的小鬼鬼 只见她使出通灵招式 鬼一音效 凭空出现 哈哈 主人你找我呀 费什么话 赶紧帮忙解决了 这群护卫 好说好说 小鬼鬼伴随着 烟雾飘向锁定目标 同时还散发出声音 犹如女鬼吟唱般 嘻嘻哈哈 护卫见状 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 一个个扯着脖子边 跑边嘶吼 真的有鬼呀 可认有怎么逃跑 鬼影依旧挂在身上 赖着不走 还一会儿 变成青面獠牙的模样 一会儿又变成 无头女士的样子 听着身后哀嚎声一片 慕悠悦 这才趁着机会逃到山林 没想到 当初无意间抓来的一只幽灵 关键时刻 作用还挺大的 为了快点把身体 止住伤口 让不再流血 他特意找了个 亲近的地方 想要使用祖传灵术 缓解一二 奈何这具身体 实在太过孱弱 接连试了几次 都不能使出玄灵术 让伤口自动愈合 而体内气息 无法巩固凝聚 只能口吐鲜血 以失败告终 正当抬头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发现 一个男子映入眼帘 身旁还跟着一头 谋犯绿光的大灰狼 此时的他 怎么都想不到 此人正是全清朝野 都唯恐人避之不及的 第一奸臣 却在这次相遇之后 为了两人能再见上一面 竟还主动上门求医 并且想尽办法 对他放任毒宠 还堵在墙角柔声劝火 丞相府嫡女 被鲜血喂养的 恶毒女人百般折磨 而在奄奄一息之时 遇到了素未谋面的男子 出手相救 当一席墨色锦衣的神秘人 看见木幽月 浑身疼痛男人 还在止不住地颤抖 可能是看不惯 他面露痛楚的模样 抬手就将一颗药丸 塞进了他的嘴里 虽然此物可保人三日不死 但能不能挺过去 就要全凭你的造化 等木幽月缓过神后 发现男人已经消失在了视线里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 三年后 他大难不死 一直隐居于安静祥和的小年村 此时 嘴里正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躺在树上 吹风成凉 不禁想起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 到底是被何人所救 救他的男子之后 又去了哪里 突然一声狗叫声响起 木幽月被惊得坐在树上 不敢动他 想来怎么说 也是玄灵世家的继承人 又能治病 又能捉鬼 可偏偏就对狗怕得不行 哈哈 一个小狗你也害怕 村里张伯的 而媳妇刚刚生了个大胖闺女 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想着给你也送点红糖 过来沾沾喜气 木幽月看着李婶一番好意 也是笑着欣然接受 话说京城不是有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要过来求医吗 怎么这么久了 也没看见人影 李婶估摸着 时间应该是快到了 按理说信上就是这么写的 与此同时 刚下马车的陆庙 临满脸嫌弃 骂骂咧诉说什么穷乡僻壤的鬼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治病的神医 陆勇会被女儿说的 也有点心里没底 可确实是查了好久 都说山脚下的小莲村里 住着一位女神医 陆庙林一肚子恶气 要是这次再怀不上孩子 非但杀了所谓的神医 才能解气 女人本想找个偏远山村 隐居于世 可专制不孕不遇的绝活 总是引人慕名前来 正当她带着遮挡面容的薄纱 坐在桌边惬意饮茶 突然传来撒野的声音 打破了院子里的一片宁静 不光擅自闯入 还骂骂咧咧 让所谓的神医出来看病 可别耽误了本小姐的宝贵时间 慕幽月只觉得声音有些熟悉 不禁眼神一片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那个三年前 放人一马的老相识了 正好可以借着机会出口恶气 语气不懈告知她 就是包治百病的神医 但心不成的人 还请出去 就算是尚书府 她也丝毫不放在眼里 陆庙林从来没见过 敢跟她叫板的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难道不知道本小姐一声令下 整个破村子都得跟着遭殃 是吗 火气那么大 该不会是不会怀孕吧 此话一出 陆永会深信 此人是神医无疑 明明还没说起病情 就一眼看穿 女儿身患合病 离婶儿也跟着随身附和 我们神医可是专制不孕不育 光是前几日 就让好几家求助无果的夫妻 抱上了大胖小子 陆庙林一听 这才满脸不情愿地勉强坐下 慕幽月把完卖后 一脸的高深莫测 这位小姐还是患过重病 所以身子亏空的厉害 眼下尽管已经痊愈 但身体早已过度损耗 再加上整日里 养尊楚优过得太舒坦了 所以才会怀不上孩子 话音刚落 两人都倍感意外 因为他所言之是 完全对得上 而且说得丝毫不差 那眼下 神医可有对策要道病除 慕幽月强忍内心情绪故作镇定 诉说此事倒也简单 只是过程太过煎熬 你们可要一事 陆永会瞬间大喜 激动着表示 不管有多煎熬都一定要是 慕幽月倾壳出声 随即将两人带到猪圈门口 你可别嫌弃味道有些令人作 只要肯乖乖听话 他保证事成之后 绝对能怀上孩子 一向嚣张跋扈的女人 苦于怀不上孩子 为了稳住地位 只好去求助山野神医 可令陆妙龄怎么都想不到 眼前之人 正是曾经喂养他心头血的故人 而慕幽月 偏偏要借着机会出口恶气 打着治病的说辞 把人带到猪圈 还吩咐将他的双脚 捆住整个人倒挂起来 陆永会见状有些担忧 不光是女儿 可转念一想 神医还是有点本事的 若女儿 今年再怀不上孩子 就要被昆王家里扫地出门 经过一番纠结 只能暂时委屈他 遭点罪了 慕幽月眼见得到上书大人亲自应允 果断把将绳子一拉 让陆妙龄倒挂在猪圈动弹不得 煞时间整个惨叫声响彻院子 陆永会眼见烤乳猪 各个朝着女儿哭去 有的以为食物来了 还伸出舌头 在脸上舔了一口 一时在原地级的干剁脚 可又不知如何是好 李婶劝老爷要想开点 毕竟神医是在给小姐治病 明知是日子过得太舒坦 又加上身患救急 所以才会想出这么个办法 但无论如何 神医全都是 想让她顺顺恶起 也好早点怀孕 陆永会听闻此话 才就此作罢 都怪女儿平日里太过任性 如今落成这副样子 也都是罪有应得 慕幽月没想到 想要挖心取肝的恶毒之人 这么早就遭到了报应 既然风水轮流转 那她可得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眼一息的那个夜晚 傲娇小姐只因生不出孩子 就被倒挂在猪圈受尽苦楚 而一向目中无人的她 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生不如死 此时的陆妙龄 已经被臭味熏的呕吐不止 可她越是挣扎身旁围着的小乳猪 就越是兴奋 离婶想来 尚书大人一定是舟车劳顿 不如先去休息片刻 这里不会出什么问题 陆永会随即跟随脚步头 也不回地离开猪圈 虽然内心十分心疼 可全都是为了能给困王留个后 要怪就只怪女儿 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转眼陆妙龄被折腾得浑身无力 扯着嗓子 不断哀求跌跌 赶紧过来救她 那你是不想治了吗 沐优月笑着表示 她在这方面 可是医术高超呢 陆妙龄怒不可遏 叫嚣什么狗屁方法 我看你分明就是在 故意戏耍本小姐 听闻此话沐优月也不装了 所幸摘下面纱 嘲讽就是戏耍你了 又能如何 等陆妙龄看清对方的真实面容 先是感觉不可思议 而后只想把她千刀万剐 哼 你好大的脾气啊 可空空如也的肚子 还是那么不争气 若是把不能怀孕这件事情 告诉昆王 你觉得她会怎么对 陆妙龄害怕极了 觉得眼前的人就是个疯子 明明三年前的夜晚 已经受了那么重的伤 可她居然能活下来 还隐居于世 在破村子里 成了出了名的神医 眼下就连身上最重要的秘密 都被她所得知 若是不果断将人除掉 万一日后被夫君知道 又传入太后耳中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女人不仅没死 还摇身一变成了神医 昔日仇人得知此事拼了命 也要让她变成死人 当陆勇会跌跌撞撞 从屋里走出 难怪会感觉头晕目眩 原来一切都是你在暗中捣鬼 既然三年前 女儿没亲手杀了你 那她今日就要斩草除根永绝后快 可刚把剑准备出手门外 却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 抬头看出来的人 正是当朝丞相 一脸气氛怒斥我看有她在此 谁敢动女儿一根头发 慕悠月也倍感意外 原本已经想好对策 可没料到原主的爹爹 会突然出现 只听慕昭辉大喊 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她的女儿也敢不放在眼里 陆勇会内心慌的一批 看着官大一级的慕丞相 突然出现 不经一秒变了脸色 诉说下官哪敢的 一定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慕昭辉也不跟她废话 泽马你可别装了 我丞相府的敌女 一直丢失 被你藏匿在府中十余年 刚才还亲眼看见 你要对她动手 如今这桩桩渐渐 要是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老夫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要让你们陆家血债血偿 陆妙龄眼见爹爹 被说得乱了分寸 果断站出来 让丞相大人小心说话 毕竟本王妃的家族 可有昆王撑腰 你现在这么口出狂言 是不是不把她的夫君殿下 放在眼里 昆王算个球 总之不管是谁 只要感动她的女儿 老夫全都不放在眼里 慕幽月秒遍吃瓜群众 没想到园主的爹爹 竟会如此护女心切 眼看恶毒妇女 都把整个家族搬出来撑腰 她都赶明着面 公然叫板 而陆妙龄眼见情势不妙 拉着爹爹决定先跑回庙 趁着两人不注意之际 撒出防身用的隐身份 煞时间溜得比谁都快 恶毒妇女眼见事情败露 本想斩草除根 不料被突然出现的 丞相大人拦住去路 还要当场拼个你死我活 陆妙龄眼见惹不起 拉着爹爹的胳膊 就决定先溜之大吉 才为上级 而反应过来的慕昭辉 尽管已经看不见人影 也还是气得对着空气 骂骂咧咧咧 别以为你们跑得快 就能稀释宁人 她非要追到京城找个机会 来个秋后算账 慕幽月没忍住扑斥一笑 没想到老爷子的小脾气 比她还要暴躁 可一转头就发现 慕昭辉可怜巴巴的眼神 停留在身上 迟迟不做动态 她被盯得浑身难受 不禁提出到院子里 好好坐下来 聊聊此事 当李婶看见两人面露难色 自知不该掺和其中 随即果断找个借口 给他们留个独处的空间 可屁股才刚挨住凳子 慕昭辉忽然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哭诉都怪爹爹 对不起可怜的小宝贝 才会一连十余年 都害得你在外面受尽苦楚 慕幽月看着她在面前 哭得感天动地 一时之间 竟不知该做何反应 毕竟园主爹爹变脸的速度 也太快了 根本不给人适应的机会 只是这副样子 也不像是装的 倒和先前想象中的 有些不太一样 过了许久 慕昭辉的情绪 才慢慢有所缓解 哽咽这么多年 爹爹一直认为 你和你的娘亲一样 死在了那场大火之中 直到前不久 才意外得知 原来你就在身边 可她居然都没认出来 真是气死人了 说完原本贫富的嗓音 突然哭声更大了 既然好不容易遇见了小甜甜 那你就跟爹爹回京城吧 话音刚落 慕幽月内心一阵无语 如果没听错的话 这人是在喊她小甜甜吗